曾經我們拍過 台中海線在地人推薦的伴手禮 現在我們要來拍的是 小金門隱藏版特產 歡迎回到好食尚魚 我是趴機 為什麼會說是小金門的隱藏版特產呢? 就我們所知道 我們如果去金門或是小金門 買一些伴手禮或是特產的話 不外乎就是一些什麼 貢堂 或者是金門菜刀 然後還要隨著一條根 就是大家大部分都是帶這一些特產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呢 真的是在那邊 我們偶然發現到 真的是金門特產 而且還是很隱藏版又很稀有的 那我們就是要來介紹給大家看看啦 那我們有請那些伴手禮們進場 我們的特產進場啦 這一些呢是我們在逛小金門的時候 發現那邊有一台車子 專門載著這一些東西 然後那個貨車呢 它是不定期會在各種景點或是餐廳會去擺攤 然後賣這一些進門特產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是蠻值得跟大家介紹的 隱藏版特產 那我們就先從它的熱銷冠軍 手絲猶豫絲開始介紹 手絲猶豫絲 可是跟大家說 我跟你講打開來 它真的是手絲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並不是那種用機器切的樣子 每一個都其實很厚很大一片 它不像我們一般那種用機器切的很細細小小的 它真的是很大一片 好 你看很明顯 你知道為什麼是手絲的吧 喔它那個魷魚的味道好香好濃 因為它也有撒一點胡椒粉 所以你吃起來就有一點微微辣 微微辣 嗯 微微辣 我蠻怕辣的小朋友可能還不能吃 可是它其實還蠻有嚼勁的 而且這個也蠻帥的 它是屬於那種越嚼越香的類型 而且它也不像我們去什麼夜市買那種烤魷魚來吃的那種 那麼硬的 它其實也沒有到那麼硬 最好是它還有 它的袋子是拉莉眼袋 所以你不用擔心沒吃 哇 夏天到了 喝米酒來當下酒菜 很棒吧 所以這一款是真的覺得蠻不錯推的一款 就要看大家的運氣了 有去小金門的話 金門本島還沒有 小金門它是不定時 它會在哪一個景點出現 或在哪裡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介紹它下一個熱銷產品吧 那再來呢 就是它第二個也是最熱銷的產品 就是這個 凍乾草莓 它用的是凍乾技術 然後把整顆草莓給完美保留 其實這個 我當初在吃的時候我很驚豔 因為首先是 它的整顆草莓嚇到人了 這樣一顆有沒有 沒有 而且它大小都不異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說 它確實是 比如說去跟果農進的時候 草莓本來就是會有大小不異 而且你不要看說 草莓會不會是期間限定沒有 常態性供貨 厲害了吧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 重甘技術的那個一環 嗯 會 它真的完美的保留 草莓的酸 可是你說草莓的甜 可是因為它應該有撒一點砂糖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甜是草莓原本的甜還是什麼 可是我可以跟你確定 它那個酸真的是草莓原本風味的酸 它搭上那個砂糖的甜味 其實味道是剛剛好的 因為其實很好吃耶 不過缺點就是 你不喜歡酸 對 有的人不喜歡就是怕酸 或是什麼的話 你可能就不會想吃這個 因為雖然說它有撒砂糖沒有錯 可是它的酸的程度 確實還是大於那個甜的味 不過這個缺點是有點硬啊 就是脆脆的那個口感 比如說難怪會是熱銷 欸這兩款難怪是熱銷 草莓這種東西 它的因為雖然說是用凍乾技術 它的保存期限其實也沒有到很長 我這邊看呢 它說最多就是四個月而已 那跟我們的這個 手絲魷魚絲也算差不多 所以這兩款其實都真的很新鮮啊 所以保存期限才四個月而已 而且你說它有加什麼防腐劑嗎 其實也沒有 就真的很健康又很天然 不然怎麼可能只讓你保存四個月 對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介紹 稍微有一點神奇的特產啦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 我說有一點特別的東西的特產 進這種他們當地才有的東西進來 引進來我們金門這邊買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熱銷點之一啦 就是有點類似在做兩岸的貿易之類的 我覺得這是蠻一個不錯的點 而且這個絕對是從他們本地來的 那你看這樣一顆有沒有就是核桃 這個在吃之前呢 你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摔它 我應該會把音量降小聲 母奇或是把音量降小聲 不然你們應該會覺得很差 然後你要先摔它 越大力越好 當你今天不爽 摔就對了 那通常摔一摔之後呢 你就可以照著它的開口去把它剝開 不得不說欸它那個車子上賣的全都是有夾印在封口 就像這樣 喊一顆 有沒有看到裂口 把它剝開就可以直接撕了 給大家看啊 就這樣子剝 有沒有完整的核桃 看起來就像是跟你買的那個聖香針 一包裡面幫你剝好好的一模一樣 像我們一般吃聖香針 你會以為說會不會很像無調味的核桃堅果那類型 其實不會到無調味 它吃起來還是有一點它的香味在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嗯 好像還蠻好喝的 可是其實就是要剝它有點麻煩啊 那個不錯 難怪它也其實也算是在熱銷牌碼上 其實我今天推薦的真的都是他們 那一台車子在賣的很熱銷牌 然後馬上 下一款特產 嗯 絕對會讓你意想不到 那接下來就是要介紹這個 我說的很特別的東西啦 相威夷果 我跟你講特別一點是什麼 你要自己開 它還附這個 每一台才會附這個小鐵片給你 讓你想辦法自己開這個夏威夷果吧 不瞞各位觀眾說 前面之前在練習開的時候 一直開失敗 那這個小鐵片呢 因為我們剛才貼外面是因為我們之前有在練習 那我怕它 因為我買進去我找不到我才把它拿出來 實際上它就是這樣子一包完整的給你 然後它會被放在裡面 基本上來說你在買這個的時候你打開來 都會有這個東西 你只要稍微找一下都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夏威夷果 它會有這個裂口 你要朝著這個裂口把它打開來 你才能吃到裡面的東西 首先呢 你要朝著這個尖尖的部分齁 這樣子 把它督進去這個裂口裡面 然後用這邊施力 然後這樣子 它裂口這樣有 它要半圈嘛 你就是要半圈 很像一開罐一樣 你要半圈半圈的開它 半圈 半圈的開它 喔 喔有了 那箱子這樣子完整打開來 就會有一顆你就可以吃它了 那有時候呢你可能會開失敗變成兩半也很正常 因為我之前開的時候就是一直變兩半 今天很完美的這樣子一顆 而且它的夏威夷啊 也不是那種無調味的喔 它吃起來跟核桃也很像 就是有一點奶香奶香味的 這種原果實在下的東西會不好吃嗎 其實不會 它就是帶點它們植物本身果實的味道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蠻特別的 那這個也算是大陸那邊才有的東西 就是你在小金門這邊其實是買不到的 也是跟大陸那邊近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真的不錯 那就是推薦給大家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回歸到我們金門最有名的 貢堂啦 那再來就是回歸到我們小金門必買的貢堂特產啊 這個是紅高粱竹葉貢堂 其實相信有去小金門逛過的人是不陌生啊 因為那邊最有名的就是紅高粱這一間廠商 它其實是老品牌的 而且你們去那邊 它不是現場只有賣貢堂喔 它還有賣幣 貢堂的話呢 它就是有出原味跟芝麻 那我們就是兩款都介紹開給大家來看看 從原味的開始好了 那貢堂其實大家的印象應該都跟我一樣還停留在 吃起來會有點硬邦邦的感覺 欸我一打開就聞到香味了 哇很香耶 噔噔 貢堂 竹葉貢堂 那為什麼叫竹葉呢 因為顧名思義它外面包的這個呢 是用竹葉做的 欸你看竹葉 而且它還幫你切好好貼心喔 太棒了 這個很酷欸 光看那個包裝 嗯 裡面當然是竹葉 這個我喜歡 它很酥欸 它跟我前幾天吃的另外一款的那個貢堂完全不一樣 我前幾天吃的那個貢堂還有點綿芽 那個叫做豬腳貢堂 那在金門淡島就有賣 這間的貢堂我覺得很有特色欸 就是它的包裝到它的內部 超喜歡 超級有點傳統的樣子 然後又搭配一點創新的感覺 嗯 我覺得是很很蠻值得推薦的啦 就是不像一般我們買到貢堂那種 單純就是一個包裝而已 還有我覺得它比較方便吃 因為一般我們買到的貢堂就是 像它這樣兩塊是合成一塊的那種大小 所以你要吃的時候一定要咬下去 那貢堂一咬下去它就會有屑屑掉的滿地 那因為它切了切成兩塊了 說實在除了小朋友應該大人可以一次一口 就會直接先放到嘴巴 所以就不會有那屑屑掉的滿地的那種感覺 其實真的是完美融合他們當地的那邊傳統部分啦 就是他們把主業貢堂這件事情是真的有完美做在裡面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吃它的芝麻口味啦 不過不得不說它真的很酥脆 而且也沒什麼黏牙的感覺 再來開一下芝麻啦 喔 講真的它原味就這麼香了 芝麻應該也跟我講 我的天啊 欸 不得不說它的包裝真的做得很細緻 你看它的芝麻包裝很明顯就跟那個原味不一樣 這個就是紅色的 喔 它的芝麻也是 很有特色捏齁 喔 真的是滿滿的芝麻的天啊 喔 它芝麻的香氣好濃喔 這一吃就直接讓我忘記剛剛原味是什麼味道 它的芝麻味濃到可以把原味的味道給蓋過去 而且這兩款其實都全素了 真的是很令人驚訝一點 你全素你還可以做那麼小 那我們就來做個小小的結論吧 那我們就是要進入我們的結論啦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呢 在小金人那邊真的是算是隱藏版的特產 我們共堂先不論 其實它這幾樣真的就真的是隱藏版 畢竟那一台車子你要是沒追到的話 其實你也買不到這些東西 紅糕糧這一間 主業貢堂我就不用再說了吧 這一間就是有店面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它會有錢 那如果你問我說呢 在本島你要怎樣買這些東西的話呢 我們其實有開一個蝦皮賣場 那我們在未來呢 會進行類似代購或是團購的部分 那你有興趣對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幾款 伴手裡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先關注我們的賣場起來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我們在雙周五的晚上七點 都會準時上面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